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知道在國樂器的樂器種類裡 有一種樂器 它所發出來的聲音 跟人的喉嚨發出來的聲音 非常的相似 所以當它在演奏旋律的時候 我們會以為是有一個人深情的 唱著優美的旋律 這個樂器就是二胡 我們今天要請到張維雲老師 來為我們解說一下二胡的技巧 我們現在歡迎張維雲老師 好的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換把技巧 其實大家在練習的時候 通常都會不知道換把這個動作 是手指先下還是手腕先下 其實還是靠手掌這個地方 帶動你的手腕 然後一定要記住喔 手腕先撇下去 然後手指最後離開 對了 上來也是一樣 手腕先上 手指最後 二指也是一樣的 對了 上來 三指 上來 上來 好的 接下來我要示範一段樂曲 裡面有很多的換把技巧 請各位聆聽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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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接下来呢 其实除了换把之外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换把跟滑音 其实是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其实二胡啊 也不止只有 这样子的滑音 其实它还是有很多 不同地方戏曲风格的滑音 譬如说是 回转滑音 跟电子滑音 其实这些滑音啊 都是非常在乐曲中 很常见的技法 那接下来呢 我也会示范一首乐曲 把刚刚上述 所有的滑音都 演奏一遍 大家也可以听听看 非常的好听 而且非常的众人 二胡这个乐器呢 其实是从小到非常的老 都可以学习的一个乐器 因为呢 它只是 可以述说出你心中的情感 可快可慢 那么希望您喜欢 我们下期着呢 咱们 我们下期见